穿了骑行裤就不要穿内裤 啊 那没爸姨妈怎么办啊 你也想骑行吗 想的话 这条骑行小白入门指南 或许对你有帮助哦 首先我们要解决车的问题 咱们大可不必 一上来就买 我们可以到车店去租车啊 或者是参加一些骑行活动 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入坑 第二步就是防晒 一定要防晒 你看这太阳晒的 你回去就突突突突突突 咱们如果在路上 骑了三到六个小时 一定要记得再补一次防晒 第三骑行 千万不要骑得太快 呜 它飞过去了 骑得太快就有一种 我要飞得挺高 就飞出去了 安全骑行 量力而行 我们就是说骑行借进 骑行装备三样必备 一是头盔 二是手套 三是骑行裤 头盔肯定就是保护我们的安全 手套呢它一定要带 因为它有减震的功能 让你在骑行过程当中 不会那么容易手疼 穿透气性适合自己的骑行裤 可以让你骑行过程 和骑行体验感更好 穿了骑行裤 就不要穿内裤 啊 那没爸姨妈怎么办啊 那大姨妈就乖乖在家 好好睡觉 好好吃东西 好好休息 骑行裤有专门的设计 它的透气性很强 你看这个设计 如果你不穿骑行裤 你想想那个感受 在骑行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有一些 自己的小工具 比如说马表 还有我今天没带的心理表 它可以帮你有效地 监测你的平均速度 和你的公里数 让你的心里有个数 啊 对了对了 如果你第二天不想走路 像那个青蛙的话 记得一定要拉伸 你的大腿肌肉和小腿肌肉 还有腰部的肌肉 否则你第二天走了的话会 哎呀妈 一步一个痛 一步一个痛啊